好 主播但两关心 在桃园市中立区的这处社区大楼 在昨天同样是受到了7.2强震的侵袭 导致说可以看到目前他们社区里面 楼梯间是破了一个大洞 不止这个楼梯的面积 楼梯的这个墙壁是有大面积的均裂 甚至还可以清晰的看到里面的钢筋裸露 甚至还可以看到外面 或者是看到中间的这个木头隔板 而桃园市的这个监管处 接过通报之后也已经派员前往了解 现在停下稍早访问 根据了解这个社区大楼的屋林 大概是29年快30年左右 里面总共有将近300户 而昨天这个监管处接过通报之后 也已经派员到现场来会堪之后 认定说虽然是有军列的情形 但是还没有立即性的危险 但是监管处也建议这个住户 要经过的时候要小心 另外也建议这个社区呢 要赶快的来修缮 才不会造成其他住户经过时 可能会因此意外受伤 解证了 Пол寓讯能力 解证了 每终论